我先参考,所以理论上先把这四行加上注解 那什么叫加注解,就是在前面加单引号就可以 那怎么样把四行快速注解,最简单的方法按右键 上面工具列有一个编辑工具列 编辑工具列里面有一个叫注解的功能 它就变注解了 那注解的好处就是说,你把它删掉到时候就忘记要做什么 所以理论上一般在删除程式之前 会先把它注解 然后再撰写,因为这样也好 因为你如果注解,你就可以拿来改 也可以知道说上面的逻辑只是改写 所以range 把什么范围呢 就把,当然如果你那个变数不会写的话 你就b2到什么,b2帮我复制到12 ok,所以这个范围,冒号,然后b2 冒号,然后到12这个范围 ok,然后帮我复制的话就点什么 点copy,copy,copy copy后面的话就加上,帮我copy到那个range ok,你当然就先写range的 如果你不知道变数先不要管它,没关系 你就call到那个区开始了,所以就g ok,然后应该是第五吧 不过我们这边应该要把它改成,前后都要加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怎么加?这个2 记得哦,要把它变成i 拿这个5的话呢,要把它变成k 这样就ok,所以你可以先写,写完之后再把那个变数加 变数加怎么加呢?记得哦,这个就是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and两个,移到中间,加一个i 这个前面都写过,把它空白,and前后空白 那这个2的话,因为它右边已经没有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写呢?直接把它删掉 后面加一个空一个and,空一个i就可以了 就写这样,因为它右边没有东西 你不需要说还要串一个and空的 那等于多余了,ok哦,所以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 and i就可以,这边呢,这个一样把它删掉 空一个and,怎么样呢?and k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写完了,一行呢 就可以怎么样,把那个范围给复制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会不会ok哦,如果理论上没问题的话 那当然我先把它清,理论先清掉,ok,然后下拉清单 ok,然后呢,这样ok,那好处就是什么 诶,程式就变短了,有没有 本来呢,这边有四行,如果把它删掉的话 其实写完之后,就会更清爽,哇,你会发现